妈妈开车接小孩 也能忙里偷闲 享受标速快感 BMW广告主打妈妈的M5 除了兼顾多元族群 更没忘了跟上出行新趋势 除了猛工电动车的销售 四号美国BMW 更宣布在田南西州首府 Nashware 推出吃到饱方案 岳父6万台币 不但能选择四系列和五系列轿车 包含油电款 甚至还有M2轿跑车 而岳父11万台币 更能选开M4、M5或是M6 外加X5M等高阶SUV 传出类似的订阅式方案 并是也有意跟进 不过海迪拉克已经曾吐上 这就是驾驶的喜爱 这是一个转移的方法 的转移车 去年11月凯迪拉克 以及在纽约达拉斯和洛杉矶 退出月费约台币五万四的 BOOK BY CATULAC 就连瑞典VOLVO也有动作 Care by Volvo是一个资金项 你能资金通过来资金预计 资金预计 它包括很多服务 如资金、贡金、支付、補充 去年洛杉矶车展上 VOVO在亮相XC40 修旅车的同时 也宣布 Care by Volvo 在美国汽车市场 被形容为网费式服务 不愿而同都是强调 只要付月费 就能引APP注册用车 不用担心税金和维修 等所有的问题 就连超跑品牌也进场 试水温 除了有机版款 保时捷PASS4方案 更号称以月费9万台币 旗下22款超跑就任君挑选 而锁定千禧世代年轻族群 也让豪车世代掀起共享 经济风潮 在一些问题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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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